各位大家好,我是爱丁堡苏蛇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由姜濤所主唱的《风雨不改》 成功打入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后五强》 在这里真的要拍手地去恭喜姜濤以及这首歌的制作团队 也看一众的姜濤感到开心 因为这首歌能够顺利能够成功打入金像奖的最后五强 我觉得意义是重大的,意义是非凡的 意义在哪里呢?一会儿就会慢慢跟大家说 而今年除了《最佳电影》的原创歌曲之外 也有其他奖项 包括《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以及《最佳新演员》 相信大家都知道 姜濤在《最佳新演员》里面 不能够晋升到最后五强 但对我而言 我又觉得 《最佳新演员》 反而能够没有负担、没有包袱底下 能够放轻松地、轻快地 在这一年继续发展它的电影 继续发展它的拍摄 继续发展它的不同演戏方面的情况 我反而觉得 轻生上路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不要像有些媒体 常常黑心地用一些标题去踩姜濤 对我而言 我真的不想再回应他们 因为生命真的有限 不要花些时间在无谓人身上 反而就是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我尊重评审的彩果 我也是替姜濤 他另外的十一位MIRROR的成员 感到高兴 他们能够 譬如Edan 或者是柳应亭 都能够顺利打入到 一些奖案的提名之中 所谓懂英雄、懂英雄 不要经常觉得 我们一定要将姜濤捧到上天 才是为他好 反而就是 给外界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很大方 去接受这个赛果 而我亦都怀着正能量 很正面地继续去看不同的事情 继续去支持我们喜欢的偶像 这一样东西 我就希望能够藉着自己 投射这种感觉 给外界能够看得见 而我相信很多姜濤 也都会像我一样 都是会继续在自己可以支持的情况下 继续支持姜濤 而今天就讲一下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情况 而同场的对手都不是开玩笑 有四首歌都入围在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之中 包括的就是由洪家豪所主唱的《活谁的命》 最后就是王远之所唱的《恨爱恨爱你》 整件事就是 你看到入围的歌手里面 都不少是来自《全民造星》 其实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在一个平台里面 有一些年轻人 能够透过这个平台被大众所熟悉 也能够演唱一些歌曲 最后甚至能够入围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我觉得整件事真是意义非凡 与此同时 不是因为今次的《金像奖》这个原创电影歌曲 我都未必会特意在YouTube上 点击另外的四首歌去听 很有趣的 整个现象就是三首是晚歌 两首是偏快 节奏明快的歌曲 各有各特色 很难去比较 我都在想 专业评审最后 究竟会如何用什么原则去选这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呢 从作曲、填词、编曲还是主唱呢 你叫我做评审 真是各有特色 难分高低 其实面对出色的对手 真是要欣赏 应该要慶幸 过去有一句说话叫做 寄生如何生良 世界既然有周遇 为何还要有诸葛亮呢 但这件事已经是过时了 反而去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乐坛 或者香港的影坛呢 我们更加要放轻松 能够有一个更加胸襟广阔去看整件事 就好像足球小将里面 虽然要有大智慧 但同场都要有小智强 在一个公平竞争下 整件事才来得好看 在现实的世界足球场上有美思 都要有思朗 整件事才会令到球迷更加紧张 兴奋刺激 如果整件事在一个公平竞争下 彼此能够互相学习 能够在对方身上 去拿到一些更加好的元素 去丰富自己 我觉得整件事 都是很有正面的意义 好 讲一讲 《风雨不改》这首歌曲 能够入围最后五强 除了感到开心之外 对我而言还有一些什么意义呢 第一 这首歌的入围是代表着歌曲 是被专业的评审所肯定的 并不是被一些 可能连那首歌都没听过的人 就凭那个歌手的样子 然后判断那首歌是没有价值 现在就有些专业的评审 告诉大众 这首歌 这首《风雨不改》的这首歌 是有其专业性 是有其价值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第二的是什么 就是代表着姜濤 是成功用作品说话 用作品说话 不是只是一首的歌名 也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从一个的结果来说 今次《风雨不改》这首歌 能够顺利打入到 金像奖的最后五强里面 也代表着这首歌 是有它的价值所在 以至能够成功地打入到最后五强之中 第三 我认为 也是重新定义 什么叫做好的唱功 过去经常有人救病 可能姜濤的呼吸声太厉害 又或者可能它的唱功没有 哪个哪个那么好 那怎么去界定唱功好不好 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它唱这首歌的时候 它是否能够感动到你 你的心是否能够被打动 而今次就不是所谓 我喜欢姜濤 然后就说姜濤这首《风雨不改》 应该入围 而是一班专业的评审都觉得这首歌 是值得入围 而里面一定是牵涉到作曲 填词主唱编曲等等 是缺一不可 如果姜濤好像被某些人所说 他唱得不好 那为什么最后能够得到评审的青睐 得到他们的喜爱呢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入围 亦都是重新定义究竟 什么叫做好的唱功 而姜濤他的演唱方式 就是撼动人心 就是震动人心 能够打动人心 所以最后就能够得到评判的喜爱 第四 亦都是代表姜濤这首歌 将会得到更加多的人关注 因为能够顺利打入到 金像奖的最后五强之中 不要说其他人 首先我自己 我都会去留意 除了《风雨不改》之外 另外那四首歌究竟是什么歌 我都会特意花时间再去听 再仔细去听清楚那首歌 欣赏那首歌的好 而我相信《风雨不改》 《灵灾》入为最后五强之中 亦都会得到更加多的人 去关注这首歌 去认识这首歌 第五 这首歌的入围 亦是代表姜濤有机会 首次在现场去演出这首歌 你拿到最佳新演员 或者最佳男演员 你拿到奖后 你不会在舞台上 再一次把你那段戏演出来 但如果你拿到最佳原创歌曲 你会有机会在舞台上唱这首歌 X这个喜爱姜濤的人 真是引颈以待 是很希望他能够在舞台上 去live地演出这首风雨不改的歌 再下去的 就是这首歌的入围 亦都为姜濤打下了一支强心针 亦都是为2023年 亦是一个更加好的开始 最后整件事就是会令到一众喜爱姜濤的朋友 是更加快乐 所以我对我而言 这首歌的入围 真是意义非凡 真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就算我几个忙都好 我都要用一些时间 去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 能够入围最后五强 是意义非凡所在究竟是什么 我祝愿这首歌 最后能够顺利拿到best of the best 但仲然不能够拿到best of the best 姜濤在我心目中 已经是best of the best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去庆祝这件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板里 对姜濤说一些祝福祝贺的说话 继续让我们懷着正能量 继续去支持我们的偶像 有时间再和大家聊 拜拜